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基于时间的不完全恢复 我们现在我们举这么个例子 比如我现在想把我的税库恢复 恢复到昨天的状态去 昨天的状态去 那我该怎么去恢复 恢复 好 下面我们来做一下 OK下面我们改一下 基于时间的恢复的脚本 基于时间的恢复这个脚本 602我们的这个time的这个脚本 现在我们分别通道 进去时间的恢复 时间的恢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指定这个时间 我把它恢复到哪个时候去 比如把它恢复到22点去 打比方 恢复到22点 然后restore recover 然后再LWB is open 所以setlogger是这样打开 对吧 最后再释放我们的通道 release 切了 我们的A1 切了我们的A2 保存起来 现在啊 我们定义一下这几个参数 NLS下游线 Language 你看一下这个参数是多少 没有的话 你给它指定一下 等于我们的America 然后呢 我们的NLS下游线 Data 下游线 format 等于我们时间的格式 我们指定是yyyyy-m-m-d-d-空格 HHHL是四小四字 冒号 MMI 冒号 SS 我们指定这么一个时间格式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运 在RM当中去执行这个不 基于时间的这个不完全恢复 不完全恢复就可以了 啊 让我们执行这个脚本RM Target 然后呢 我们基于时间的这个脚本 幽灵二摸线下的 Time 那 这是基于时间的一个恢复 哦 他说后面有一个时间的格式 不匹配啊 不匹配 啊 echo 好像是冒号这种格式是吧 然后我们改一下这个脚本 嗯 时间格式还不匹配啊 时间的格式不匹配啊 嗯 嗯 嗯 现在已经对了 已经对了 那就是我们刚才改这个参数 那就跑到我们的Secret Plus去改吧 系统能改的参数改完不成效 我们就跑到Secret Plus去改 改完了以后就可以了 我现在去改到Secret Plus里面 改了这么一个参数 看这儿啊 我Secret Plus去改的 把这个参数改了 改成我们的时间的格式 改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能要重新启动一下税库到 你的阶段 我们把它启动到Mount阶段去了 所以我们再运行这个脚本就对了啊 现在就可以按照时间去恢复的 给它恢复完了过后 我们再来看再来看啊 那么关于基于不完全恢复 这种情况下啊 希望注意并不是在你当前的电脑上来做 你以后一定要基于 时间的不完全恢复 是在你的另外一台电脑上去做啊 找到你需要的数据 然后把数据给导出来 然后再放到正式服务上去的 一般不在当前电脑上去进行不完全恢复 这一点点提必注意了啊 因为你自己可以想进行不完全恢复 那就把它恢复到哪一个时间阶段去 那么这个数据只能在 以这个你的时间之前的 之后的东西呢 就不在了啊 不在了 这点提必留意啊 给它进行恢复啊 恢复 现在已经快完成了啊 快完成了 已经完成基于时间的恢复了 那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登入到sqplus里面去 现在已经可以访问了 对吧 我们切到scot的用户下去 看看我们这个用户下有多少张表 对吧 看到没有 这这么多的表 但是 但是你要注意了 有一张表里面是没有的 哪一张表呢 就是我在做这个实验之前 我建了一张表 看在这 我建了一张表的 看清楚没有 我建了一张表 这张表 我建了的 但是我们现在基于时间的不完全恢复啊 我把它恢复到哪个时间去了 嘿 好玩了吧 这个表还在不在了 不在了 看清楚啊 我这个下面有必须一张低表 没了 没了 我建了哪个用下的啊 scot用下的 有张低表 找不到了吧 这张表不在了 低表没有 再也找不到低表了 所以 你进行不完全恢复 就是把数据库飞不到 之前的稳一个状态去 之前的稳一个状态去 这个时候你的东西就没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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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变化全都没了 对吧 那就说我现在想把我的数据库 给它还原成我的这个状态去 该怎么去实现 咱们去实现 那 假如我现在把我的数据 那我强制起一下 起动到我们的慢的阶段 我刚才不是建了一张低表吗 我能不能把那张低表给恢复回来 那 能不能恢复回去 因为我们说了 我都已经做了基于时间的不完全恢复 对不对 我能不能再把它恢复回去 恢复到我做这个 创建我的那个低表那个状态之前去 能不能恢复到我刚才没有进行时间恢复的之前的状态 也就是说今天的状态 我能不能恢复回来 这时候我们进行啊 这个操作 载而慢当中 target 然后我们去运行一个 z story z story database 然后再去运行一个z tower database 你看你能不能把所有东西 我们刚刚建的那张低表还能不能找得到 找得到 那就说明OK 对吧 找不到 那就说明能不能恢复回去了 那就不能 对不对 z story recover完成 我们在recover trabase recover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再来查询 再来查询 你看看表还在不在 那 现在他说我们这个初始化的进程关闭 现在他说我们这个初始化的进程关闭 现在不能登 啊 哎 二口来把它open起来 二口还没打开啊 我们刚才已经把它重新启动的了 没有把打开啊 我们把打开 ok 现在你看到了我去查询了 现在能不能找到我刚才建了这种地表还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把数据库给暴退到 昨天的时刻点去了 对于昨天的数据库而言 对于我今天的这个建的这个表 他知不知道呢 他是不知道的 对于未来来说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不能恢复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进行这个恢复的时候 里面加了一个贴书的指令 看清楚 这地方什么指令 看清楚 Resetloggers Resetloggers一旦进行操作了过后 以前的那些备份都是无效的了 所以你要把它还原回去 是还原不回去的了 所以我们说了 基于不完全恢复 一般都不是在你当前这台电脑上来做 明白吗 如果你一旦做了 之后变化的数据 也就彻底被你洗白了 那你这样的话得不常识啊 得不常识 所以不完全恢复 尽管很有用 但是一般都是不是在本机做的 而是把你这个备份出来的文件 放在一机去进行恢复 然后恢复完了过后 找到你需要的数据 把数据给导出来 然后再迁移到正式服务上去 这样就达到了恢复的目的 对吧 那么这个做下就很复杂了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可能给你一一来演示了 你要明白这一点就行了 OK OK 下面我们再看另外几个例子 基于空轴件的非复 还有参数件的非复 下面我来点猛的 我来点猛的 把我电脑上面的所有的参数文件 所有的数据文件 所有的空中件 PASS 全部干掉 我看我们把它怎么飞回去 我现在来猛的了 601下的R口下的ORA DATEMO下的ORCL 下面所有的CTL干掉 所有的DBF干掉 然后再把所有的参数文件给我干掉 DBS目录下的所有的 参数文件啊 SPFIR ORCL 干掉 让NIT一点ORCL被干掉 NIT它没有 没有了就不管它了 你要现在系统当中啊 全都没了 如果现在去启动的R口 它是起不起来的 对吧 我们startup first 对吧 它应该会报错误的 现在看到吧 参数文件找不到 找不到找不到 这个错误很清楚 SPFIR找不到 下面这个错误 PFIR找不到 是不是两个参数文件都没有 现在是不是起不起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有RMAN的备份 所以我们可以在RMAN当中去进行飞幅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 到底我们的RMAN当中怎么去飞幅啊 Target 对吧 登进去 然后我们restory SPFIR 这样去飞幅 但是能不能飞幅 不能 它找不到 找不到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个上面执行一个startup startup lowmount lowmount 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样取起一个贴书的实力出来 但是啊 这时候你再进行restory SPFIR 能不能飞幅了 不能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能从自动备份当中去飞幅 对不对 啊 那么我们 我们该 怎样去使用这个东西呢 那restory SPFIR SPFIR from out to backup 对吧 能不能用啊 嘿嘿 不行了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了 rman的备份文件当中 有一个东西 刚好就是放到我们的备份文件 orcl 下面哪一个东西呢 在我们的这个backup里面 这当中 26号 这个当中只备份了一个数据文件啊 25号 这个当中有我们的一个阐述文件的备份 啊 and 我们 我们 哎 一些人都不给我删完了 啊 好 这下面只有一个备份文件了 哪个不给我干掉了啊 哎 这些 这个地方 也只有一个备份文件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我的autobike下面吧 autobike下面 26号 这里面有一些备份 但是这个里面大部分都是空中间的一个备份啊 25号 那我们四座在那里面去找一找 随便找一个吧 找26号的吧 26号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我就在这个当中啊 找一个文件出来 随便找一个 o1 2436 33 236 41吧 算了 整大一点了 44的吧 849这个 我们用这个文件啊 我们来回复看看里面含不含我们的spfile 然后来 放这个文件 对吧 现在看到了 我们的spfile都飞飞回去了 现在spfile已经回去了 现在怎样得到我们的控制文件 我先跟你说 我的spfile已经回去了 看一下这个目录 看哪个目录呢 看这啊 U01小的 你的ARC的安装路径下面去确认 ORADATA目录下的 ORC 这个错了 实际下面 我装这个下面 DBS目录下 你去看 是不是有个spfileORC回来了 有了吧 刚才是没有的 我们把你删掉了的 恢复回来了 参数据件有了 这个时候怎样得到我们的控制文件 这个时候在这个上面 进行一个startup force 把税库重新启动到lowmont的阶段 重新启动到lowmont的阶段 现在就可以恢复我们的控制文件了 restory restory ctrfile from还是这个备份记忆里面去恢复 注意这地方注意了 我们现在这边是没有我们的控制文件的啊 ORC下面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控制文件 没有吧 没有吧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from这个刚才那个备份文件当中去恢复 现在你就可以把控制文件恢复回去 这时候控制文件已经飞回去了自己看输出三个三个对不对 控制文件飞回去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税库就可以启动到mont阶段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控制文件了吗 当然可以当mont了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然后你就可以restory database 然后再recover database 对吧 restory database 最后再来recover database recover database 这样就可以把你的数据全部给整回去 那整回去 现在你看我是不是在做这个事情啊 数据文件啊 它自动自动就回去了啊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方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些啊 什么指令啊 我们在这个下面所有刚才列举到的一些命令 我们都一一给大家演示过了 啊 对不对 我们的基于 数据文件的恢复 基于时间的恢复 对吧 还要来基于我们的这些啊细节的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啊 控制文件的恢复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参数文件的恢复 对不对 所以这些命令我们都给大家一一的做了一个演示 希望大家来对阿尔曼的备份啊 恢复的流程有一个了解啊 有了解啊 提别是阿尔曼使用恢复变得很简单 对吧 很简单 但是你要注意了 我们哪些东西你需要掌握 第一 基本的备份 基本的恢复要掌握 基本的恢复 所谓基本的恢复就是 能够脱机的表层间和不能脱机表层间该怎么去恢复 能够脱机的和不能脱机的表层间该怎么去恢复 这是第一 第二 最傻瓜式的恢复 就是re story 第二位是 然后再recover第二位是 这就是最傻瓜式的恢复 对吧 不管三千二十一 拉着就这两个指令 敲都可以恢复你的数据库 只要你备份完整 对吧 没问题 对吧 当然空中间丢失了不行了 参数间丢失也不行 我们说只是数据丢失 对吧 傻瓜是可以这样做 对吧 还有我们说了能够脱机的和不能脱机该怎么去做 能够脱机的直接在线恢复 不能脱机的怎么样 挡棒子就在线恢复 对吧 这是R曼当中的基本恢复 那么另外呢 就是R曼当中的重名名 数据文件恢复的重名名 set new name的关样 对吧 就是我们的幽灵二下面的这个re name这个脚本 对吧 重名名的恢复 然后呢 还有我们基于时间的恢复 对吧 还有我们R曼当中 如果去恢复我们的控制文件和参数文件 控制文件和参数文件 这两个例子 这些东西 你应该把它都掌握到 掌握到 这地方我们已经 story完了 我们再recover 现在已经进行recover recover操作了 ok已经恢复完成了 这里把税库给打开 get the base open 税库全都套合跟你说的很清楚 必须要用reset loggers打开 reset loggers 对吧 打开数据库 这样就ok恢复回去了 对吧 这是我们的这些常见的基本恢复的命令 希望大家铁别留意 这两个东西 也要铁别留意了 重明明 时间的恢复 还有恢复控制文件和参数文件 这两个东西尽管不常用 但是你要注意了 铁别注意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R曼当中 R曼当中 也可以直接得到一个p file出来 得到一个p file 那么怎么去得到的呢 我们说了可以restory spfile to restoryspfile to pfile 这样一个路径 对吧 那也是可以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得到一个 pfile出来 我可以从spfile to 我的pfile 让一个路径 比如把它放到u02下去 叫做orcl.ore 这就表示 这就表示 得到一个pfile出来 得到一个pfile 这个也是好玩的一个东西了 你可以看 在我们的u02部下的一个or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文件 这是个参数文件啊 被我恢复出来的 恢复出来的 从 这个当中 得到一个东西啊 spfile 得到一个pfile 在这个当中 也可以这样得到啊 但是反过来不行了啊 你别restorypfile 让2spfile 我们说了 rman当中只能备负二进制文件嘛 所以 啊 所以那是不能用的 那么这个指令 就和我们createspfile from createpfile fromspfile 差不多啊 差不多 这个意思 那差不多 但是它是从备负当中 恢复出来的啊 这点你要注意了 注意了啊 所以 我们的file的一些指令 那我们基本上给它讲到 差不多了啊 你如果能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了 哎 你的rman的file的指令 也就学到到家了啊 到家了 当然还有很多高深的东西 那高深东西 那已经超过了ocp的大纲了 ok啊